你怎么又出不去了 你怎么又出不去了 大夫不是说你身体绪 让你好好休息吗 我怀孕的时候 怎么没这么关心我呢 现在怎么殷勤 想干什么呀 我不就是看你 还没有完全恢复吗 算了吧 于童 又想为那个女人 当说客是不是啊 怎么了 心疼了 想劝我别去为难她 晓慧 你的脾气我太了解了 如果你肯听去劝 你就不不至于背着我去找梅姐 我就是想知道 梅姐真的做了你说的那些事吗 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 我说吧 你除了护着她 会为我着想吗 善良 一个勾引别人老公的女人叫善良 笑话 于童我告诉你 我们的孩子就是她下了手 我让她赔心已经便宜她了 如果你再敢护着她 别说是我了 我爸妈也不会放过她 梅姐都现在这样 你让她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呀 咱们做人不要太绝 能不能给人家一条生路啊 生路 你的孩子生路在哪儿呢 就近的不说 远的还有你妈呢 你妈怎么死的你忘了 难道也是我逼的吗 于童 你真的为了这个女的六亲不认 你别动手牺牲了 我妈的死跟梅姐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了孩子的事 你就没有一点错误吗 况且我已经答应过你 以后不会再去见她 你也跟我说过 以后不会再找人家的吗 因为我不信 就看你现在护着她的样子 你说我的话我鬼才会信 我就想让她亲口告诉我 永远不会再见你 我这么做有错吗 于童 凭什么她要对我们的孩子下手 我告诉你 于童 你别想再护着她 也别想在背后帮她什么 我的眼睛都看着呢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主意不会骗她 我丑话说前头 如果你再为她做什么 我让她吃不了兜着 我让她吃不了兜着 少喝点 这跟谁置气啊 跟我自己不行啊 晓彤 你也别难过了 你跟小慧都还年轻 想要孩子有的是机会 有的是机会 我跟晓彧前两天也算了一下 她回来孩子的时候 我们刚好都二十四 孩子的预产期是四月份 我们俩的生日 也都是四月份 再要一个 再要一个哪儿还 敢得让这么巧啊 再要一个得等三十六岁 小彤 你怪美姐吗 不怪 我相信这事不是美姐干的 小慧的脾气大家都清楚 猜都能猜得出来 这事跟美姐没关系 我说我对不起他们 也许这个 就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吧 行了 慢点慢点 吃点东西你 别光喝酒了 就是 吃块肉吧 你快点 别光喝了 这卢慧脑子没毛病吧 要三十万 凭什么呀 不是打官司吗 别怕 我给你找律师 你让他流产了 那他还让你住院了呢 再说了 那是他先动的手 他向你索赔三十万 咱们反过来 向他索赔三十万 我已经想好了 这三十万 我给的 凭什么呀 是我对不起人家小慧 就因为我的出现 妨碍了人家正常生活 现在弄得人家孩子没了我 那是他自找的 这不能赖你 范范不能这么说 你不知道 这段时间我一直没睡好 满脑子都是那天的情景 我不想让这种噩梦跟我一辈子 那 那你上哪儿凑着三十万呢 我打算把学校转让了 把学校给转让了 那可是你的命根子 现在学生刚刚上来 局面刚打开 你真舍得 本来这个学校也是小童给我的 还给人家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样的话 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 保重啊 好可怜啊 好可怜啊 可怜什么呀 自找的 等着吧 我不仅让他没脸见于童 还会让他彻底离开这个城市 我不会没好日子过来 我就让谁都没好日子过来 是我 我哪有 Evie 带开我 你看我 你能让我进去说两句话吗 进来吧 舞蹈学校的事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我却帮不到你 没关系 就当是从零开始 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事太多了 没事的 小彤 是姐对不住你 不是 是我对不起你 其实我早就想向你道歉 可是 我就是过不起这个勇气 我是怕 怕你不原谅我 姐 你千万别这么说 小慧的脾气我知道 我知道 你的性格我更了解 我知道事情一定不会像小慧说的那样 我相信你 我想你绝对不可能做出那种事来 其实 这都是我的错 你能来见我我已经很感谢了 我们俩 到此为止吧 你跟我在一起 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美姐 你 你 你 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 等我 对 我知道我这么做实在是对不起小慧 可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 要不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必须告诉你 小慧 小慧 你抽什么疯的 吓我一跳 你给我过来 过 你干吗呀 你弄疼我了 她根本就没有碰你 你早就知道孩子是子胎 是你自己做的局对不对 哪个王八蛋操得咬啊 你还想跟我撒谎 要不要我们去研查明白 我再问你一遍 是你自己做的流产 你早知道孩子是子胎 规刀我 小慧 求你原谅我行吗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求你原谅我 我当时还你孩子 他说你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女人 我现在孩子都没了 你不是更不要我了吗 我是怕你离开我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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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慧 什么 你 你要跟小慧离婚 你可要想清楚啊 非走这一步不可吗 我们已经走到头了 婚姻里面什么我都可以将就 唯独欺骗 我实在没办法忍受 对 小童 你早就该这样了 就那泼妇 她简直是独到家了 那可不是吧 小童 我这次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 和那种女人过日子 那简直就是受罪嘛 你们都别说了 小慧这么做 都是因为我 姐 你别把什么事都往自己头上揽 一开始就是我做错了 明知道不合事还非要在一起 我不会再错下去了 那 那也许小慧她会改呢 小童 小慧这人是有点自私 可是你好歹也要给她一次机会 离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你听我的 别那么冲动行不行 她要是能改她早就改了 这又不是第一次 离婚是一把双刃剑 既会伤了你也会伤了她 说不定还会伤害到你们双方父母 小童 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姐 我什么事都可以听你的 但这活我离定了 我捐捐她呀 从小慧承认真相的那一刻起 我的心彻底麻木了 我不知道在这段婚姻中 究竟她隐藏了多少谎 说实话 我也不在乎还有多少谎 对我来说 这段关系在我心里 已经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地死了 余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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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葳 你在这儿干吗 小童呢 你有没有搞错 余童早就不在我们镇海了 你要找她应该上他们单位去找 要不你就回家找 你在这儿找什么呀 你们少骗我 她不在家 也不在她爸那儿 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你这话可真够可笑的 外面世界那么大 小童又不是没张脚 她哪儿不能去啊 卢慧 你别在这儿瞎闹啊 你自己没把老公看好丢了 管我们要人 你要得着吗你 好 我自己找 行吗 站住 这是我们公司 你别在这儿瞎胡闹啊 菲菲 让她进来吧 没事 你们进来做事吧 怎么了 有问题吗 这回我不同意你 小慧 你觉得咱们俩还有在一起的必要吗 小童 以前都是我不好 我改还不行吗 只要你不离婚 你让我怎么着都行 我们整天吵来吵去 闹来闹去 骗来骗去 你觉得有意思吗 离婚对我们俩都好 我想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雨桐 你就真这么狠心 你不念我们夫妻一场 一总的念念我们以前有过孩子吗 我们之间的问题永远都存在 解决不了 这跟有没有孩子没关系啊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 咱们就别互相折磨了 我明白是那个老女人 让你这么做的对不对 她抓着机会让我跟你离婚 好 让我给她腾垫啊 你别无理取道 这件事跟美姐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的决定 美姐甚至还劝过我 不要跟你离婚 那以此说我还要谢谢她了是吧 姐来陪你装好人 她怎么那么无耻啊 小慧 不管你怎么说 这回我们离定了 你休想于同 只要我卢慧活着一天 你这婚你甭想离 你简直是无可救药 好 既然你这样我无话可说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出去 你要赶我走 孤大俩我就不走 卢慧你怎么还这样呢你 这是公司你能不能不在这呢 好啊 我怎么了 你有手报警赶我走啊 你报警啊 我告诉你我就不给你离婚 我就耗死你 你能不能跟我讲点道理啊你啊 我 小慧 我去看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现在还上着班呢 你上你的 管我屁事 你这个人你讲不讲道理啊你 怎么着 我看出来了 你们一个个都给余童一个鼻孔出窍啊 都像那个臭娘们合眉 尤其是那臭三八 你才是臭娘们 你才是臭三八的 就你这种阴险狠毒的女人 你就是一祸害 小慧我告诉你啊 你跟我媳妇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你给我出去 立马给我出去 我就站着能怎么着 出去 走 快去 你给我住手 你给我住手 小慧你给我住手 小慧你给我住手 小慧 在别人的公司里轮不到你撒野 这次你冲着我来的我不会躲 我就会跟你说清楚 现在给我走 走 小彤 你有种 你给我等着 你干什么呀 菲菲菲菲你干什么你 你放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那是我的 你看这种人能一半见识吗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能弄成什么呀 他那么骂我你没听见啊 他又骂你你能忍吗 走走走走走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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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过去了 我回去工作了 快快快快 小彤 你这婚可冒离啊 爸 这么晚了您还不睡 您找我什么事啊 睡 我睡得着吗 爸 别我一回来您就这样 咱们有话好好说 我都听您的 听我的 你现在多大能耐啊 都要跟老婆离婚了 你还听我的 小慧又来找您了吧 我就知道她会这样 小彤 这 这闲着没事 你是抽的奶门的邪风啊 那好好的量口子 你闹什么离婚呢你 爸 我们之间好不好 不是您说了算的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您就别管了 别管了 我不管你就上天了你 人家小慧够可怜的了 刚才一直在我这哭 求我劝劝你 劝你回心转意 人心都是肉长的 他现在孩子没了 你还这么逼他 你忍心呢你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严可怜 他都是严给您看的 我不管他是不是严给我看的 他起码不想跟你离婚吧 是想跟你过下去 他才这样吧 那两口子之间的事 就是床头打架床尾和 这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 爸 我们之间的事 没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根本就没有感情 再这么 再这么凑合下去 不光是害了我也害了他 对谁都不好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离婚这种丢人的事 在我们老余家就不能有 你要真敢这么干 你不光是对不起小慧 你对不起我 你还对不起你妈 不光是对不起 主持人的事 想象中心 对不起 对不起 那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